你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罹患癌症的侨胞如何寻求协助 新希望华人癌症关怀基金会 是一个专门提供癌友服务的非盈利组织 服务项目包括医师义务咨询 家属喘息服务 电话关怀 康复活动 以及教育讲座等等 疫情期间 所有免费的线上课程没有中断 继续给予癌友精神上的支持 今天的新闻我们要带您去看 新希望华人癌症关怀基金会 线上有氧舞蹈班上课的情形 然后再准备坐回来 我实实上已经是一个十几年的癌友了 我是2008年的时候生的颅腺癌 2009年生的是甲状腺癌 但是我坚持做到我跳不动为止 因为我觉得我体力增强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我的腿明显的小了一毫 就是我腿水肿 两条腿就是差距很大 我以前那裤子都穿不上 我现在能穿上裤子 运动是让他们 即使在疫情之间 能够保持一个很active的lifestyle 运动是非常很重要的 那除了晚于的Zumba课程之外 其他我们还有很多康复活动的课程 像书法班 像音乐课程 可以欣赏音乐 还有美味厨房 可以大家在家里做做吃的 治疗方案上面 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们有专业的医疗人员 可以帮忙的做出咨询 新闻区关心疫情期间 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乘客 大幅减少 旧金山交通局为了要降低赤字 只好大量减班 但是最近许多条路线 又逐步恢复通车了 公车地铁是低收入和弱势群体的 主要交通工具 旧金山交通局宣布 在湾景区新增公车线路 包括通行于市中心和湾区之间的 湾景区之间的15号快车 通行于华步和湾景区之间的 8AX快车等等 轻轨梯线路也会逐步恢复 华步的地铁白蓝站工程 仍然继续当中 预期会在2022年正式通车 感谢收看 我是李渡辉 明镜见 拜拜 拜拜 拜拜